大家知道广州的疫情是很难搞的 为什么说广州的疫情是很难搞的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城中村里的问题 人们不守规矩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昨天TVB也有播出 其实它只是做了很短的时间 有两个女孩一个跪在这里 一个就躺在这里 其实两个都被人绑住了 TVB的解说就是 喂 那两个女孩是因为忘记戴口罩 所以被工作人员制服 这种说法就是 陷广州防疫人员于不宜 陷广州防疫人员于不宜 就不单止是TVB 还有一个网络KOL 国内大V 胡锡进 这个胡锡进我们一早都说他有问题了 很多东西都 但他昨天还离谱 这个真是过分到不得了 他就出了一篇东西在微博 他说什么呢? 他不用iPhone的了 现在这个人很聰明 现在用中兴Exxon 40 Ultra 他就说他相信这个是个别事件 事情的缘由 他是看图作文的 要陷加墙 我很恨这个人 有时就是 因为他乱说的 有很多东西 根本在前线工作的人 是没有办法才用这个办法去制服他 而且这两个女子基本上 就不是没有戴口罩 或者是不记得戴口罩 这么简单 就是人们在这里说 他不记得戴口罩而已 然后还有留言 就说我支持老虎 你们可以打我了 其实就没有打过那两个女子的 我有一条视频 就有七分多钟 因为如果放在YouTube 就会有问题的 因为是有些暴力 如果有暴力的话 就可能会整条直播 都被他封销了 我当然不想这样 直播就不会播出一条视频 七分多钟 但是我就会放在我的Facebook 还有我会放在 Mongheng的微信群组 让大家看清楚 究竟这两个女子被人制服之前 他们两个人 其实是做过什么的 听听一下胡锡进说什么 他说这些个别事件 也不应该发生 最后这个女子反绑双手 跪着的景象 就是现代社会不可接受 她破了底线 坦白说 如果你单单 截头截尾去说 只是看那个女子跪在这里的情况 是 你说得没错 这是不为现代社会所接受的 如果你只是看到她 你不看她之前发生什么事的话 但是如果你看到之前发生什么事 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说 她这样被制服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她在 美国 她做同一样的事 有官方警察的人员 叫她 你站开一点 不要攻击我 白白连纸巾都出了 现实就是 在防疫的情况 我也说过 有些地方警察官不行 就出军队 其实国内已经很难出军队 因为有三十年前的数字事件 三十多年前的数字事件 令出军队的形象很差 所以 在外国有些情况 就出军队了 但是国内也不会出军队的 现实就是 只要找特警 特警好像不够人 搞防疫 我都要说过 之前我们的防疫是怎样的呢 那些旁边酒店 有人逃走 警察就管不了 结果就拿军队人员管 封城也有类似的情况 封城城市的外围 他们所谓的边境 就是border 其实没有边境 不过他们在建了一个 哨站 最初是有警察手 接着那些人是照冲 有一部分人是 警察又做不到 结果就拿军队人来守住 其实防疫 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会说 不是呀 现在Omicron轻症的 没有重症的 问题就是 其实国内的数据 如果放开了 就有很多重症 讲的现实就是 如果真的放开的话 其实重症一定是很多的 你说 你说那些疫苗没用 不是 因为 现在的真正问题就是 国内有太多人 可能是亚健康的状态 如果你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你中了新冠 是很麻烦的 很多人都有后遗症 是有实际的数据支持的 无论是Omicron也好 原版病毒也好 后遗症也是多到不得了的 当然有些人就说 我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说我是危言耸听 因为这个是大感冒而已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大感冒 那你就自愿申请去 外面这个病毒不断流传的地方 自动申请染疫 其实 我都要说一件事 就是 这个胡锡进 心怀不轨 我经常都说 其心可注 但是当然 不可以单纯说 他的意图是什么 要讲证据 很多东西都要 你要用一些证据 去看出他的意图是做什么 胡锡进他就说了 我们要战斗基层的商务帮助和体贴 大家应该尽量体谅基层工作人员执行 规定维持秩序的辛苦 他们都是老百姓 理职是他们的饭碗 这些人阴湿的地方就是这里 在广州防疫出问题的地方 全部都是基层的人 是受了的 基本上基层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已经被人打了 那些采养人员也好 至宫也好 是被人打 在那些城中村那里 我不是偏帮广州人 现在有一群湖北佬 在挑动地域矛盾 包括 途中的那两位女子 就是 她就说 你歧视我 因为我是湖北人 这些叫歧视 我真的不明白 你口罩又不戴 你根本在挑衅 在那里做事的工作人员 这个湖石俊他贱格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就说他卑鄙无耻下流贱格 这个湖石俊 他就说从基层执行者来说 他们不是机器 要能够判断一些特殊的情况 有时 急需帮助的人 破规定就破了 要遵从内心的呼唤 你完全不了解这件事 如果你这句评语 坦白说在北方 有个地方要买奶粉 那些情况 你不放人 那些 那些当然不适合 但在广州这个情况 不是这样的 现在呢 根本上这个湖石俊 是一只 战格的狗蛋 这个KOL是乱的 他说共产党员又怎样 我也觉得这个共产党员是乱的 有些人说你批评共产党员 所以你是反中乱港 对不起 共产党员也会犯法的 会做坏事 不然就不用做反贪腐 对不对 好了 这个胡锡进暂着说话不腰腾 他接着就说了 遵守规定不嫌态度不好的人 也不能够对他们动操 不能够反应过度 整条视频 大家如果看完之后 就知道那两个女子 根本上是他们先动手 而且也是他们反应过度 他就说 好像这样 就是 摔倒那两个女孩子 然后还把其中一个人反绑 跪住 怎样都是对维持秩序权力的滥用 哇 这一个帽子就扣得非常严重 现在他完全没有看到 在广州城中村周边发生的乱象 举个例子 城中村里面是做成衣补匹生意的 扑里尔街 有些人在纳交桥停下了货车 然后就把那些布匹 从纳交桥那里扔下来 有人拍视频 然后他动操叫人 你不准拍 那些 我不是做地域黑 一定要说 那些是外省人 那些不是广东人 叫人不要拍片 那些不是广东人 不是广州人 那些是外省人 不是针对地域 但是你这样不守规矩的情况 结果就要整个广州的人陪葬 这些东西是不适合的 就像香港第五波那样 香港第五波的情况是怎样的 也是的 守规矩的人也是被不守规矩的人玩残的 就是听政府呼吁的人 结果就被不听政府呼吁的人玩死 坦白说 我也要说胡锡进这个阴湿的地方是怎样的 有人说他是自己跪的 如果这样的话 现场也不应该让这样的场面持续 可以怎样的 这两个女子根本上在推圍栏 看完那条视频 你根本上觉得那两个人本身在搞事 他有心在搞事 你不是制服他 你可以怎样的 我想问一下 你不是制服他 你用几个大男人捉住他 可能情况他就更差 对不对 就是胡锡进这条合家场 他还说 这样的基层磨擦就应该真的降下来 防控管理人性化 必须继续推进 处理矛盾的技能要提升 那两个女子 我在一条视频看到 她骂了 起码都六七分钟 才被人制服 其实是 这个胡锡进 Oui 这个胡锡进就占得无论 我就说 还有 这个胡锡进 他一直都是阴阴阳阻塞的 他就说 广州的治理水平肯定是全国比较高的 尤其应该避免这种基层冲突的发生 让人民关怀的旗刺 始终在防疫中高高飘扬 这真是人渣中的人渣 真不好意思 我都不想说这件事 這個胡錫進真是衰革到不得了 在這些情況下 你應該說回全面的情況給大家聽 他那兩個女人在罵事 還有 在廣州的城中村 已經令到那些防疫人員 不少都受了傷 其實是 你不說這些? 這個胡錫進 是什麼人? KOL 就是在國內亂參與 接著是香港的TVB 還說 因為不記得戴口罩就給工作人員制服 如果是這麼簡單 不記得戴口罩 如果他配合的 叫他戴回就沒事了 事情已經結束了 他不是這麼簡單 竟然香港的TVB就可以 不是啊 他不記得戴口罩 被人制服了 根本就是神經病 不好意思 我不想這麼說 我看到這些事情是非常生氣的 根本基本上就是在拖整個 廣州的防疫後腿 廣州其實很難搞的就是 他選了一條很難走的路 他很精準地封了一些區 但是有些封的區裡面 亂象太多 根本裡面不守規矩的人 其實也不是多數人 我告訴大家 不是多數人 一定要說清楚 坦白說 裡面聲音大大 城中村戀 參與那些湖北大佬 其實有幾個帶頭的那些已經送回鄉下了 其實 你說政府管不管控得到 我認為政府從來都管控得到 但是這個有蔓延的跡象 為什麼呢? 有些人就有養學養在城中村那裡 他們覺得 我可以挑戰現在的防疫 我在這裡搞亂當 我可以吸流量 因為他們那些人是怎樣的呢? 那個操作就是在這裡玩完之後 就拿自己的視頻放在湖北的網站 就在湖北的網站那裡說 現在廣州人排外 歧視我們湖北人 說真的 廣州對外省人 真的是全中國最好的城市 你說廣州有沒有歧視? 坦白說 如果省內譬如那些某名仔 去到廣州 有些人當然會笑你的 廣州話說得不好 但是現在都很少了 其實現在 現在整個社會都很包容 整體來說 當然以前 有地域歧視的問題 廣州不是沒有 譬如你花刀的 他也叫你花刀撩 以前是這樣的 但是 現在的社會是進步了 而且 整體來說 廣州的社會算是非常非常包容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他就說 他自己跪就是想吸收樓 我也認為是這樣 我絕對是這樣 車車車說胡錫進說的話是沒有錯的 錯在這句說話 用了在兩個不守規矩的人身上 他說這些說話 他要看情況去說 如果你純粹說道理當然是對的 胡錫進說道理當然是對的 胡錫進說道理是沒有錯的 但是 無論你的說話是多對 用了在一個不適合的情況 你都是亂來的 不適合的 對不對 小南就說 斷章取義 嘩眾取寵 還說沒有問題 黏狗線 其實 我覺得 TVB是有斷章取義的 因為他沒有說到那兩個女子 究竟是怎樣搗亂的 在那個地方那裡 強勝就說 同一件事 在北京是不同的報道方法 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有人在搞分裂的 我的看法都是 就是跟Lambo Wong的看法是一樣的 有人在國內是搞這些事情 的丁就說 TVB以前這樣說 又有人打疫苗後 十幾天死亡就是這樣 其實我也要說 這些 其實地下司令他們厲害 他們玩什麼都可以 控制了媒體 控制了社會 這是媒體說的 香港當然也有地下司令 Daisy Story說 那兩個搞事女子 學了西方的高舉歧視 這個題目 非常可惡 其實那兩個人 基本上是完全不守防疫的規定 那個灰色衣服的女人 基本上一進去畫面 已經沒有戴口罩 一進去畫面已經沒有戴口罩 如果你不戴口罩 其實如果那個地方是允許的 當然沒有所謂 但是不是的 現在疫情是頗嚴峻的情況下 大家都應該幫忙 對吧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爸爸 不過他說 有一筆跪在那裡 真是挺好的身材 其實不是很矮的 可能沒有看到這段視頻 如果看到打直的視頻 他就很矮 我看到當然有時候就很生氣 看到這樣的情況 其實最慘的就不是發生這些事 我覺得 最慘的就是發生這些事 然後還要被人在另一個角度 亂說 就說你廣州做得不夠好 就像胡錫進那些契弟 就說你廣州做得不夠好 我想問一下 胡錫進換位思考 你在那裡做前線人員 你會怎麼做 你給一個沒有戴口罩的女人 在那裡指罵了幾分鐘 你會怎麼做 你換位思考一下 老實說 胡錫進 你自己都發爛爛了 看到這樣的情況 對不對 這些是完全離譜 有時候我看到就很生氣 C.Jojo就說 如果給那兩個雙方四 給我的工作人員 會煎幾巴 英雄樹下小仙家說 那兩個女人先用暴力 現代文明社會 讓你不要 讓你嘗試制服的滋味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 根本是很正常的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最好叫胡錫進去做一個月志願者 就是這樣 這些人是暫著說話 不腰騰 對不對 這麼說 英雄樹下小仙家說 廣州也有重症 就是廣州開行了醫療系統 我也說 沒有死亡不代表沒有重症 一定要說清楚 那些人不斷說沒有死亡 就等於什麼 其實如果醫療系統頂不住 就有死亡 其實很簡單 你看印度人士的個案子 印度最初都說可以搞定 對不對 接著他的醫療系統頂不住 每個人的氧系統都沒有 那些人就開始死了 但是這個病就是這麼簡單 醫療系統頂不了你就會死人 就是這樣 醫療系統頂不了也會死人 有一個基數 有基礎數字 你看看 新加坡開了之後 又有一個基礎數字 每個星期死亡 你自己去看看 在澳洲也是 每個星期死亡 你就自己看 有些人說這個病不會死人的 你騙人 Raymond Wong 社長在這裏狗說 亂說當悲 Down 你就自己看 是不是 恐慧斯其實這些事情 肯定會越來越多 因為長期抗疫配合的人 肯定會增加 那一定 但是你看石家莊現在的情況 我借各位說石家莊 本來不是想說石家莊 石家莊現在有些事都全開了 之前有些事都全開了 結果有些人都不敢出去 其實很認真地說 搞事的人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再走的 根本不是為了反對防疫措施 有一群人根本就是要借這件事去反政府的政策 其實在香港第五波的時候很明顯 你猜他們真的不害怕死嗎? 不去打針那群人不害怕死嗎? 有一點點事就去急症室吧 對嗎?對不對? 空威師說 如果照科學數據倒了四位數 必有重症、必有死亡 其實是這樣的 有些事情我相信內地是這樣的 如果是個人頭腦中了一招 現在暫時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 我也是猜測的 你也不知道的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為什麼會 在國內的數據是沒有死亡呢? 其實 我的理解就是在國內 現在的醫療系統 會先照顧一些比較高危的人 照顧一些比較高危的人 那個死亡率就會比較低 所以空威師說 如果科學數據倒了四位數據 必定有重症、必定有死亡 但是重症那裡其實一向都有報 但是重症去不去死亡呢? 其實中間是牽涉到很多因素 如果重症的時候 有很多人看著你 照顧到足 那你就很有可能可以康復 但是如果是人手不足 那些事情很有可能就受不了 其實就是 空威師就說 廣州自己宣佈三萬人沒有死亡 其實就不是 重症是有的 這個理解是被人誤導了 沒有死亡的 重症是一定有的 講個真話 重症是一定有的 好了 好了 英雄樹下小仙家也說 很多共產黨員退了休 就靠狗說找飯 這個就是胡錫進 這條陷家牆 其實他之前做的時候 我已經說過他這個人 很多時候說的都是立心不良 現在又可以證實我們不會騙人 事實上 有些人繼續相信他 你就相信他 你看看他這個人 在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他竟然借個位子去鎮廣州 是不適合的 好了 Loris又說 因為有防疫措施 沒有重症 其實重症少也是因為有防疫措施的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他補充了衛健委說 要嚴格採取分級收治 即是以後很多重招 咳到飛天的會無法去醫院 其實沒有辦法 現在 現在人們是 開始對防疫這件事 是 即是有一個疲勞 結果 我說了一件真話給大家聽 他們那些防疫疲勞的人 大部分都不會死 死的那些是老人家 老弱殘兵就是死的 在這件事上 一放寬就死老弱殘兵 一定是這樣的 全部地方都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國家已經頂了三年 其實老實說 現在國家不頂下去 我也覺得沒問題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有些人當然開了 他就很開心 經濟會好 但是 我就說了 各種東西都是有代價 因為 現在高盛是這樣說的 高盛在外面就吹 如果中國開了 那些股票起碼會升兩成 高盛已經在吹 其實就 那你自己想想 究竟這是什麼事 小藍就說 老殘凌智是世紀絕症 還要為數不少 屎味 Mitho就說 香港都八千多 如果再放寬一定過萬 其實香港的數有水分 我之前已經解釋過 結果政府的官員確認了 現在怎樣判定一個案子是外來的呢 如果你外來的人 頭三天發病 就是外來輸入 接著第四天 就是本地案例 我早就說過 早就說過 他最初一開始說 放寬外來輸入的數字 不會準確的 結果 被副局長確認了 因為以前是怎樣的呢 最初 你被外來輸入的東西感染到 都算是外來案例的 在某段時間之內 因為他會做一個追蹤 就是要做一個病毒溯源的工作 現在當然是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他就畫一條線 他畫一條線很簡單 畫一條線 進來香港三天內發病 外來輸入 第四天開始 這個就是本地案例 所以這個數字一定不準 已經說了 還有香港做一件事 一直都有誘因不常報仲招 這個我們已經說了很久 其實 所以那個數字一直都有問題 如果純粹說香港的數字 不準 我一直都說 好 好了 英雄樹下小仙家 他就說 這次廣州警方通告 啪啪打了老虎的臉 兩個人不服從公共規則 對著現場工作人員大吵大鬧 最後被工作人員制服 起因經過結果 全程非常清晰 警方的通告 應該是有正面錄像 無懈可擊 英雄樹下小仙家就說 其實一堆健康圍著兩個女人 已經忍了七分鐘 是的 我有一條完整的視頻 待會我們會放在群組 即是我們芒向的群組 即是微信群組 還有我會放在我自己的Facebook那裡 因為那些人很過分 到現在也是 針對廣州亂說 亂傳 唉 我看到他們就很不開心 因為連國內也是這樣搞的 其實有些人在國內 其實他們在做什麼呢 我認為他們都是反習集團的一份子 即是反習集團是很離譜的 哈哈哈 C.Jojo說 TVA可能只是得福相片 沒有視頻 為了吸睛眼球 亂報導 吸睛眼球 隨便找幾個女藝人 露一下事業線就算了 你不要找這樣的事情來搞 其實 我現在看到 你找多幾個女藝人 穿少一些布 那就多一點眼球 你用這些事情去搞 沒有意思嘛 是不是 你有一大堆女藝人 TVB 是不是 你如果要吸睛眼球 就找多些女藝人 去給市民看看 養下眼 你用這兩個女人去做吸睛 什麼事啊 整件事就不適合 滴丁就說 居心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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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居心可測 我不知道居心可測 還是居心可測 不要緊 莫叫姐姐說 中了不報多的事 香港是有誘因的 我也坦白跟大家說 我第一次在這裡 驗到我自己淺色陰性 不是淺色陰性 淺色陰性的時候 我都沒有馬上報 然後我再等一兩天之後 我再去做核酸 然後陰性 我就沒有上報 這些個案 你是不是要上報呢 其實我家裡沒有人中 很坦白說 當然我自己 那七天就沒有出街 其實我應該是上報的 但我也沒有上報 有因是不上報的 因為你一上報了 你太多事情不能做 那些人就會不報 我說句真話 幸好 當然是快測有問題 我測到陽性線很淺色的 還有我第二天快測 已經是陰性了 可能是快測有問題 之後我做了核酸 真的是陰性 那就沒事了 不上報都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 Winnie YY就說 見到廣州搞事 有條女用撩陰腿 是 沒錯 所以我就叫大家看 因為你自己可以判斷 我不用加嚴加噪 我講這些事情 我講回事實出來就可以了 馬王就說 社長 我都中了 現在很辛苦 大家保重 可以不中就不要中 我們都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盡量就不要中 小楠就說快測敏感度不高 說不中就未必不中 說中就一定中 那又不是 好像我這個個案就不是 很難說 其實我是做了兩次的 第一天就是很淺色的陽性 第二天我做已經是陰性 所以我再去做核酸也是陰性 我沒有理會他 英雄樹下小仙家就說 香港的媒體都是一貫 都是對內地的報導 簡單粗暴的 這樣是不適合的 我們經常都說 真的不適合的 這些是有問題的事情 Freder Wong說西方國家很多人都不上報 其實太多有因令人不上報 而且不上報是沒有後果的 我告訴大家 在外國不上報是沒有後果 你在香港不上報有什麼後果 你不被人抓到也是沒有後果 是一樣的 我不是教別人不要上報 我從來都是建議大家去上報 你在那個地方他要你上報 你就上報 但是我的情況有些特殊 因為我一兩個月前才去上報 所以你說要不要再上報 其實在我的情況來說 其實我再上報 其實意義都是不大的 我結果都是沒有上報 結果就是做了核酸就是陰性 講到這裡 算了 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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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